哈囉我是Ria 今天這支影片我相信會造福到很多的人類 因為下禮拜呢就是我們非常溫馨的聖誕節 那聖誕節呢不管你是跟同事或跟同學 每年例行的事情就是要準備交換禮物 那交換禮物呢這個活動是非常溫馨的 但最痛苦的就是準備禮物的環節 還挑禮物該怎麼挑該怎麼選 每次選到那些禮物怎麼大家打開來都是 怎麼又送走禮物怎麼又是馬字頭或者是娃娃字頭的東西 就會讓人非常的困擾還不如去交換廢物 所以今天Ria呢就是要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或者是小推薦一下一些可能在聖誕交換禮物可以買的東西 那今天Ria就會分不同的金額來跟大家做介紹 分別有300元、500元和1000元好不好 那如果你還沒有買交換禮物就是你就是你下禮拜就聖誕節了好不好 你就可以看這支影片然後可以想想要不要買這些我推薦的東西啊好不好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啦 首先呢是300元 其實我覺得300元在交換禮物來說有一點點困難 因為它的金額非常的侷限 但我最近有發現大家比較喜歡收到的是比較實用類型的商品 而不是擺飾品就是放在那邊它沒有任何的功效 然後就擺在那邊擺了一年然後也不知道要幹嘛的那一種 所以今天Ria推薦給大家都是比較偏實用的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看300元我推薦的第一個東西呢就是 就是無時效的手帳或者是週記日記本就是不要有時效性的 比如說在上面可能寫2023年這種就打妹就不要 因為這樣收到的人才可以想要什麼時候用就開始什麼時候用 所以我覺得手帳這個東西是蠻實用的幾乎大家都會蠻喜歡 可能進入自己的生活啊等等的 那第二個呢我覺得就是行動電源 因為我覺得行動電源是現在每一個人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 那這位手機雖然電池的續航力現在都是蠻持久的 但是日機月雷的使用它其實掉電速度還蠻快的 所以只要帶了一顆行動電源一整天都不用怕沒電 就不用怕找不到人 所以我覺得行動電源這個東西是不踩雷大家收到都會覺得 喔好實用喔覺得蠻喜歡的這種 然後我在這邊都會放一些圖片給大家參考看看 第三個呢是我覺得熱敷眼罩蠻適合300元以下的朋友的 為什麼呢是因為我覺得熱敷現在就是大家走一個比較療癒 然後喜歡在家裡比較放鬆的 所以我覺得熱敷眼罩還蠻值得的 像是蒸氣眼罩啊像是有那種比較你在敷的時候你可以聞到香氣的那種 或者是你覺得要環保一點你也可以去買那種USB插電 然後它就可以加熱暖暖的現在冬天非常的適合 那再來就是第四個我覺得可以參考看看就是可以買個圍巾 因為最近台灣的氣候真的是越來越濕了 只要脖子有保暖的話其實你整個身體都暖和起來了 那最後一個就是香氛類的東西 但香氛類其實非常的看人 所以我自己如果真的要送香氛類 我知道這個人很喜歡香氛的話 我才會買一個比較大眾味道的給他 那我最近也蠻推薦的就是無藝男品有一款是香氛油 我覺得它這個味道非常的不彩雷非常的清香非常的清甜 我覺得大家應該通常都會喜歡 那再來就是500元 其實我覺得交換禮物盡量不要送面膜保養品或化妝品這類的東西 除非你很確切的知道你要送的人是誰 他正好需要這樣子的東西 要不然其實我覺得這類型的東西非常的看人 那500元的筆物我想要推薦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電熱毯 我去年送這個東西真的是獲得滿堂材 就像這樣子的電熱毯 它就是可以插USB 然後插插頭 然後這個毯子就會自己發熱 這個電熱毯可以帶給大家一點溫暖 那再來第二個推薦給大家就是環保杯 因為現在的手搖引電其實越來越環保 越來越不能用一些塑膠類的杯子 現在都改成紙類的 未來可能也會進紙 所以我覺得現在環保杯算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東西 但環保杯你也可以買那種 可能最近有很多人有很厲害的發明 漂浮珍奶杯 或者是不用吸管就可以喝到珍珠的那種杯子 我覺得都非常的棒 非常的有創意 所以環保杯也可以列入考量 那第三個呢我推薦大家可以買的是按摩券 因為現在上班族的壓力都非常的大 有時候可能加熱的時候很希望可以放鬆一下 然後給別人按一下那個肩膀啊 肩頸痠痛的都可以有所改善 而且剛好也借在這個價錢之間 所以我覺得按摩券也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東西 那第四個推薦大家的就是你可以買的是 腰包或者是斜背的小包 因為我覺得這個男女都非常的合適 那五百元這個range的最後一個 我推薦大家可以買一個我自己也蠻喜歡的就是 高級餅乾禮盒 不是那種很多眾多的零食組合包那一種喔 是高級餅乾禮盒 像是可能白色獵人啊薯條三兄弟啊 那種我覺得都是非常適合 所有人非常適合大眾的 而且說到這個東西我覺得應該大家都會蠻開心的 好的那我們就進到我們1000元的環節 1000元其實真的是不太需要推薦什麼東西 因為1000元這個薪額真的是隨便買都可以買到好東西真的 但是我這邊還是列了幾個1000元一張可以買的東西 如果大家真的沒有想法的話也可以參考我的 那第一個呢我推薦1000塊錢可以買的東西就是快煮鍋 品質好的快煮鍋 不會開瓦斯爐的那些人就在說我 我覺得是非常的好 而且也很方便攜帶所以推薦給大家 那第二個呢就是你可以買一些名牌的卡夾 像是小CK啊或者是一些眾多品牌的小卡夾都介於在1000上下 而且它也是非常的精緻非常的大眾 你可以買黑色灰色咖啡色那種男女都很通用的顏色 而且也非常的得體非常的漂亮那個包裝啊什麼的 所以我相信收到的人一定會很喜歡 那第三個呢就是我最近一直都在follow的 就是聖誕倒數日立盒就是一天開一個盒子 然後就像是這種東西啦對就是這種禮盒我覺得非常適合 而且現在越來越多就是出那種十天的倒數日立盒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而且非常的可愛有一種每一天都在開驚喜的感覺 那最後一個想要推薦給大家 是我自己私心最最最最最喜歡收到的東西 就是禮券類或者是遊樂園門票DIY體驗券 或者是一些晾飯店的現金禮券 因為我覺得說這麼多禮物 但是其實我拿到錢的感覺是最好的 我之前還有看到別人送是送Live Pay的點數 就是它一樣是現金的概念嘛 就是讓大家自己去挑自己喜歡的禮物 今天就把這些眾多的禮物分不同的金額推薦給大家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好嗎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歡迎訂閱按讚加 anyway反正就是這樣 好了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掰掰